哈囉 大家好 歡迎到Y.A.Diary 那我在錄影的這個時間剛好是我個人的生日 那今天剛好也是自己應舉辦市集的日子 所以我覺得就是在這麼快樂的時間 要做一點快樂的事情 就來參加市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一次市集有什麼樣子的新品 以及我會買多少好東西呢 那我們就走吧 先來看看在Y.A.Diary出鏡率很高的Maluko小畫室 那相信大家應該都知道 會有畫工細緻、色澤溫暖的擬人畫小動物們出現 我們先看到非常多款式的軟硬貼紙 舉番下午茶、咖啡、還有水果、點心等主題 都和可愛的小動物搭配的天衣無縫 好 那我想各位應該都知道 基本上我先前已經補貨差不多了 那我們最愛的紙膠帶 這次有出兩款新品 分別是PET材質的古典框框 還有盒子帶白墨的茶茶好朋友 那據說這一次新品是把茶茶在散布的時候 遇到的真實存在的朋友們都畫了出來 真的是全部都充滿活力的小可愛們 那這次市集也剛好碰上Maluko小畫室的七週年慶 所以現場除了室友折扣之外 還有明星片的手禮物哦 那也祝Maluko小畫室七週年快樂 之前不小心錯過了小行星家出的酷東西的購買時機 這一次我還不排隊排爆 這次的新品啊 在紙膠帶系列 有魔造紙材質還有帶歌型的片段第三張 以及亮面霧面的PET景色 那還有這些我還沒入坑的印章們 一共出了9款 當然不能錯過的還有這些小便簽 既好看又非常實用 讓我羨慕到了選擇困難 好那我好不容易決定好了 結果結帳完還有這個小贈品的考驗 這些好看的小貼紙啊到底要怎麼挑呢 像文字款還有小圖式的 很適合當手上空白角落的點綴 那據說這幾個照片款的景色啊 都是台灣的風景哦 我就很好奇啊 可能是有手有眼睛還有相機 為什麼人家可以拍出這麼好看的風景呢 這次認識的新品牌WIN 整體風格是這種淡雅 又帶有一點可愛的樣子 以水彩為基底 再結合電繪 創作出這些嫩嫩的小動物和植物們 這樣子的表現方式啊 讓整體呈現出令人舒適的氛圍 據說這次的新品很豐富的哦 有四款紙膠袋和一款PET 我帶各位來匹判一下這一卷 也可以先來猜猜看 我帶了哪些紙膠袋好朋友回家呢 那展場滿額會贈送素材紙的禮包 這裡面啊會有這張展示板中的18張紙材哦 那不只滿額禮 現場可以用50塊錢來購買 在影片後段 我們也會開箱給各位來看看 那這便條本是出了四款 這幾本啊原本沒有在我的計畫裡面 不過呢看見這種可愛的設計之後啊 我覺得應該是要和他們好好的交朋友哦 這個品牌是由兩大元素組成的 分別是小精靈還有小動物 特別是這一種白嫩的小兔子 那因為他們的兔子啊 又長在我的神美上 所以之前我是有買過12星座的兔兔子膠袋 那這一次我想碰碰運氣 看有沒有機會可以買到琳瀾小兔子的玩偶 但據說現場是開賣沒有多久就晚瘦了 不過呢還是可以看到很多好可愛的兔子卡片啊 以及小吊飾、小印章、兔子日報等等 那這一次我選購的是和暖華兔 回家以後來開箱看看這些兔子到底是有多可愛 邦尼的女孩很有文青氣質 是我過去幾年的手帳使用好朋友 這次市集啊他們家只有出一點點的新品 所以大部分的產品之前都有看過 那我最後選購的是之前很想要買 但還沒有入手的妹子轉印貼紙 來擴充我的後宮風格 那現場出示IG的追蹤 還可以獲得一張氣質非凡的妹子明信片唷 最後我們回過頭來看看 自己印在展場裡面啊 擁有瑕疵的紙膠袋和PET膠袋 布置了一棵耶誕樹 完全契合這次的市集主題 十分的華麗 又很有創意哦 這個是Maluko小花式出的第一款框框 尺寸不大但裡面細節滿滿 用色呢很溫潤飽和 有一些是單獨的華麗框框 那還有一些是搭配了花草植物 或小動物朋友來點綴 在拼貼的時候啊 可以把它剪開分散貼 也可以和小動物或人物主角做搭配 光是想像就很有故事性了 我現在腦海裡面啊 已經都產出靈感和畫面了 必須 那這個呢是和日本的文具店 Cute Thing from Japan 的聯名款轉印貼紙之一 之前我買的是單純的 咖啡拉花圖樣 那這一次是由小動物搭配在其中的 不管是要幫忙製作咖啡 還是要當你的陪喝小夥伴 都帶有俏皮的趣味感 哦還有這張椰蛋桿的明信片 可小動物們一起來感受 這一股溫暖的節輕氛圍吧 這一款有很多影像的呈現 都採用黑白照片的色調 有一點清冷的氣質 那我原本以為 霧面和亮面的PET背景色會有差異 結果到現場才發現啊 原來是一卷裡面 有兩種處理的方式 像這邊的背景就有一點藍 對比這兩段所帶出來的FU 是不是就很不一樣呢 那霧面材質的表現力也很不錯 所以我選擇購買它 再來是這一卷魔造紙 又帶有歌型的新品 本來想說節制一點買景色就好了 可是看到這一款 拿在現場的展示拼貼之後 就會覺得 如此貼心又多工的設計 怎麼可以不說呢 光是這個框框 裡面你所有看到的部分 都可以獨立出來 一個區塊裡面 可以拆解出很多的小妝設計 使用方法很波緣 色系也搭配好了 我實在想不到什麼 不把他帶回家的理由 還有兩包這種質感偏厚的小便簽 風格和前面提到的景色系列比較相近 免疫包有四款 那這種設計非常得我的演員 就順勢帶他們回家 想必可以替我們的拼貼 增加不少風運哦 再來是這些貼紙們啦 全部都是消費滿額贈品哦 有超前部署的小春蓮 古感風的小卡紙 背景透明的手帳百搭文字貼紙 以及完全可以作為商品來販售的 風景照貼紙 還有這種 由風景和材質圖樣組成的 時尚款貼紙 風格多元 收貨爆砰 再來是我這次認識的新品牌 主要是由水彩和電繪的方式創作 我們先來看看在指教帶系列的選擇有哪些 霧面PET材質的花墜 是由各種的小動物 加上不同色調的花圈框框組成 但旁邊還會有對應的花朵可以搭配 用色上很清新 不會太張揚 是那種非常耐看的風格 那我會選擇這一卷跑跑好朋友 是因為看到小動物奔跑的樣子 覺得很生動又可愛 感覺讓這些小動物作為拼貼的主角 旁邊只要一點點小花朵點綴 就可以產出一張充滿故事張力的小作品了 那這一款啊 完全是被創作者團隊所勸敗的 原本是覺得單純有花、有文字的小貼紙而已 結果 仔細看一下 這裡面的燙金設計 在花團錦簇當中 使用霧面的燙金 感覺既貴氣又很有質感 這樣充滿細節的搭配 一定要收藏入庫啊 我真的很少在全包變條本了 不過這次的四款 真的很可愛哦 每一本都是有四種畫面 一共六十頁 可以當成扁桃的紙來書寫 也可以撕下來當成拼貼素材 我很想要以高八度的音調 來詢問大家 這是不是超可愛的 小動物和植物的擺放比例 還有整體的紙張顏色搭配 都這麼的差到好處 所以我的生日嘉年華 就以全包來收藏 那我們來看到 以動物為主角的氣質小年曆 分成了上下半年設計 配色和設計 依然是清新中 帶有活力感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 設計裡面消費滿額 可以送一包的素材紙 那它也可以選擇用50塊錢購買 我總共帶回來四包 這裡面可能會有滿版 全彩圖樣的紙張 或者是實用框框的便簽便條 總之就是很佛心的18張素材紙的組合 這不管是要送禮還是要自用 都是很體面的 就連包裝信封也非常可愛喔 我本來想要試試看 有沒有機會可以買到兔子玩偶 結果 我然是完全的不意外 迅速玩獸欸 但是呢 還是獲得這個可愛的兔版小兔子 還有小貼紙來撫貴心靈 這個品牌 像我們前面介紹的 是以小精靈和小兔子為主角 那我選擇這一款 亮面PET的和暖花兔 明年是兔年 所以呢我覺得兔子系列 會迎來一個蓬勃發展的時機 看看這邊小兔子和花朵 以及各種框框的結合 既活潑又生動 感受到兔兔在裡面不一樣的情緒 我覺得月記式的本本 如果沒有形成的話 就可以擺一隻兔子上去 讓整個月看起來是溫暖又活潑 那這一款使用到的是 局部白墨的印刷方式 所以有些地方顏色很飽和 但有一些色塊會帶一點透明感 讓畫面增添了有層次的豐富感 邦尼這一回的新品比較少 那我選擇進攻的是 妹子轉印貼紙 之前有挑選過藍色系 和咖啡色系的妹子紙膠袋 這一次我看上的 是這種復古風的女孩 飽和度低的紅棕色系 除了人物 還有搭配紅色系的日常物品 再來是這兩款文青系的妹子 我個人很喜歡這種形象的女生 也很喜歡這種簡單 又帶有自我風格的穿搭 那創作者給我的感覺 也是這種 很懂得穿衣時尚的文青女子 那這一回漂亮的新品 我一如既往的 在玩售之前沒有買到 不過呢 還是帶回了妹子們的轉印貼紙啦 這和邦尼的妹子風格不太一樣 原物的線條感更明顯 但角色穿搭 又是另外一種風格的好看 有簡約時尚的姐姐風 還有溫潤甜美的氣質少女 我真的很喜歡後宮妹子們 各自綻放不同風格的美麗 好 我們這裡來看一下 這一回的市集滿額裡 分別是500元的A6市集貼紙 1000元的DIY酒精噴瓶 2000元椰彈皮質書籤 3000元是品牌聯名的舉目印章 那這場市集 有一個活動很棒哦 是自己印和45位創作者 合作的公益椰彈卡 主辦單位和犬山局 還有伊甸基金會合作 我們在進場的時候 每個人會隨機拿到一款明信片之外 還可以自由的樂捐購買卡片 那我很榮幸可以獲得47張的大全套 所以要分享給各位 這些充滿愛心的美好明信片們 那我們之後 會在頻道的IG上面抽獎 日故會寄出15張明信片 希望可以把這次的市集 還有過生日和耶誕節兼做公益的開心 都分享給大家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 充滿公益感又非常開心的 逛世集活動影片了 希望各位可以和我們一起 開心逛展 開心分享文創商品 還有開心做公益 那如果你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哦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啦 掰掰